那我们从第三段开始 那可能我们这一周跟下一周都还是以 就是用现场第三段的这种慢打的方式 着重练功 等到这两周结束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着重练功的这个慢打呀 挪到前一两段去 好吧 就是说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们都是以第三段为练习重点 那等到这个再两次之后呢 我们就把练习重点挪到前面去 来回来回来回 这样就都熟了 好吧 来 那我们练第三段 好 十字锁回到这儿 好 一重心压右 左脚扣 二重心回 右脚抽 三 慢慢的 抱护挥伤 好 接手 二 旅 结合 紧 吐气 站一会儿啊 注意那个身体的重心是在小腹 把脚站稳了 沉住气 好 吸 慢慢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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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扣布 标手 向斜的方向去 两边 气往下沉 注意力放到小腹去 这只要自然的疏开就好 好 左脚扣布 重心拉回左脚 两手画弧抱在一起 吸气 吸满之后 呼 好 这里接 一 重心到右脚 吸气 二 小心,重心交左腳,慢慢上步。 好,接下來就是上步,往左邊橫,重心壓左腳,吸氣,右邊橫。 左手搭,吸氣,右邊橫,多慢一點的話,可以分兩個呼吸,在這裡再吸滿。 放置先, bisschen。 出雲就可以了,放置先。 oooo. 再 來 南邊後部 右手起起 上部呼氣 去往下沉 注意放在小布 距离穿梭 重心压右 左脚扣 两手收到腰迹 右脚摆布 左脚上步 右手抬 右手撞 接下来左脚内扣 两手收回腰迹 向右前方 右脚上步 右手抬 左手撞 可以的话我们把呼吸也可以上哦 重心脚右脚吸 左脚扣 左脚扣 将手收 吸气 吸满 右脚左撞 这是第四个玉璃穿梭 好 好 我们接蓝雀尾哦 诶 这个蓝雀尾是简化的 所以只有铝开始 吸 吸气 呼吸 吸 好 三边 吸 口部 双手 吸气 慢慢地呼 气往下沉 吸气 好 接匀手 匀手的时候啊 刚刚看你们练这个基本功啊 这个匀手稍微有点 身体转动弧度啊 稍微有点太大 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匀手啊 如果我的正中央是这样对的话 转到这45度啊 就可以了 不要再转到这么多来 那如果说你单纯只是为了要 转动身体 那当然这样也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以武术的速度来讲啊 它不能转到这样 让它这样力量就散掉了啊 就到这里就好 对吧 45度 来 我们从这里接单边啊 从均匀手 好 一 二 三 慢慢做 做均匀 五 四 就看看自己可以做到多么均匀 五 柔 旁边 吸气 咯 我们这里要接下试啊 下试慢慢做哦 好 好 气文是一样啊 先往下沉住哦 不要急 重心回 左手躺 继续降 左手降到跟大腿内侧贴住 慢慢往前滑 往前顶 成为一个弓部 右脚慢慢抬起 换左脚 我这里接道年侯贴庆 慢慢地呼 再吸 慢慢地呼 再吸 慢慢地呼 好 上步呼 重心拉回脚 左脚 提手上吃 提往下沉 对立尽量放在两个脚 须 重心压右 左腳挪到前方 放 吸氣 呼氣 這是樓西哦 先沉肩對走 二 左手回帶 吸氣 吸滿 慢慢呼 好 海底針呢 我們就得意夠就可以試一下 新的方法 右腳就不要再踏一步 直接扣回來 啊 一 好 下 氣 這是海底針 吸氣 呼 從 來 吸氣 吔 我 來 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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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转身白蛇土信 因为转身白蛇土信 我说白蛇土信应该是下面这里 可是这个地方各家的阳太 这里都把全在这个地方变成了掌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都一样 这一招第一次的时候不要翻锤了 用掌 可是它的招式名字在这里 就叫转身白蛇土信 其实是连在这里才是白蛇 二 土信 接下来都一样 三 翻锤 这是翻 落地斜踩 重心压前 左脚点地 左手右推 这是蓝 左脚上步 腿 从这里要接蓝鹊尾 从这里要接蓝鹊尾 好蓝鹊尾 这个蓝鹊尾的左棚是简化的 一样的 其实就是左棚 二 上步 腹筋 搭手 洗漆 搭手 洗漆 洗漆 慢慢坐 呼 气往下沉 吸气 慢慢的呼 吸气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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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又是一个上部冷却位 很像沉呼吸哦 吸满以后就呼 慢慢的吸气往下沉 吸气往下沉 好 中心压右脚 左手躺下 慢慢降 手贴脚 慢慢沉 到脚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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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往前 成功步 左脚摆垢 左脚摆步 左脚摆步正确 往前顶 ένα顶 Neil�� Melanie 左手摆步 希望一样往下沉 先站住了 左脚内扣 大概将近四分之一圆 右脚慢慢就可以抬起来 因为左脚扣住 重心就交到左脚 右脚就倾起来了 倾起来干什么呢 准备抬脚 向这个方向绕一个大湖 转身百连 落地 转一点到底 回头来关公社会 一样站稳气往下沉 越不熟悉的知识 我们越是要沉住气站着它 一直站到它站出味道来 好 重心回 到一个大湖 这是班 落地 点滴 向步 好 右手插出去 起起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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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存下来 其实我看你们都是还是有一点一点的进步 那我再还是加一个 这不是很正式的练功方法 是一种加深体会的方式 你们这个没有事的时候 除了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势力 我们势力和几种 你们还记得吗 分水的或者是开河的 但是这个益权 他们这个系统里面的势力 的动作 说大也不大 但是他必须要张开来练习 那我们现在呢 我自己体会出来的一种 帮助进步的方式 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的两手推下来 两脚一前一后 那你看我们的所有的武术 不是手都是要出去的吗 那我们现在 假设你出去的时候 是十个点 十点的距离的话 那你现在呢 不要出那么多 减一半 到这里就停 到这里就停 那这为什么用这个方式呢 你们试试看 你重心还是在后脚 然后你要往前的时候 一定记得 是你的后脚登出来 把你的身体登出来 那么在登出来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被带动了 你的手也被带动了 可是为了怕我们的手啊 空掉 为了怕我们的手啊 成为主导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方式 我的手只进一半就停 也就是我的手呢 只能接收他动的音 但是不可以有动的果 对吧 我一动到这里 没有了停 对吧 我试试看啊 脚一前一后 两手垂下来 那我的脚从这里发动哦 后脚发动 这叫消息 全凭后竹灯 对不对 没有了 就这样就好 只让他接受动的音 不让他真的有动的果 自由一点没关系 这样的好处是 以后你的手动起来 跟整个身体的配合 就会更密 对吧 后脚跟 后脚跟 那你可能会疑惑啊 这什么动作啊 这个这个手啊 我稍微再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在昨天啊 练势力的时候啊 你们有注意到 我们的势力啊 手掌无非就是这几种方式 一种是对自己的 一种是对下面的 一种是对前面的 对不对 没有对上面 不是对自己的 就是对下面的 要么呢就是对前面的就是这几种 那所以呢 我们真正在出手的时候啊 我们以前练功的时候有这种练功方式 我们就把那多少电弹出来 然后没有电了 他就松开 不是真的没有电 是不要让他自己用力 对吧 然后登 好 那所以呢 我自己从这个地方呢 我就再体会了一下 我就说也许你们可以试的那种方式 你看起到这里没有了 然后到这里就停 然后就慢慢讲 起 起 手的力量不要不要 那个易老师你的手有用力 不要用力 你的手在后端啊 有那个推的力量 不要那个推的力量 手是完全放软 没有没有没有都不要用力 对手只起来 然后就松掉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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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会有一个这个 你会有这么一下 那一下也不要有 就这样就放掉 起就放掉 对对对对对 起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焦点 集中在前半段 这个起的过程 因为我们通常 注意力都会被弱 或者倒点 就是后半端的过程所吸引 比如说出拳 我们常常着重在最后那一下 出掌的时候 着重在最后那一下 那这个注意力啊 被他的最后那一下 我所吸引 于是对前面的因啊 这段过程就忽略了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呢 来矫枉过正 矫枉必须过正 所以我回来之后啊 齐后面就没有了 不给 试试看啊 齐不给 对对对对 齐不给 后面就是那个在水里慢慢沉下来的感觉而已 没有再发了 但是 其实你看 文明像波浪起来 倒的浪 然后就自动这样子落下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波浪 没有错 这个波浪啊 这个海潮啊 从底下鼓上来 他就放了 对吗 鼓上来 他就放了 很好 对 末端不用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用力其实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不用力我就注意力就不能够简单的放在最后那一下 我都注意力就拉回来在还没放之前的过程 那就是脚往的部分 对吧 齐 齐 其实你们都已经有进步了 我是在想说这个方法可以 说不定可以让你们的那个整体感进步的更快 齐 这试试看啊 咦 就没有咯 松掉了 那个易老师有一点转身的过程 你有稍微有一点这样转再出去对不对 那转再出去 有一个缺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体有转动啊 肚本身它就是一个力量的结构 它也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不要让它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就单纯只有从后起到前 不要把转身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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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会有一点点 但是不要不要太多 就这样子 一点点齐 好 当然转一点点 但是不要转到后面再出来哦 不要齐就出 对吧 齐就出 这个真正让让人进步的方法啊 都是看起来很枯燥的 因为他为了要进步啊 他都会用看起来很单调的方式 去把那个注意力聚焦 那这种就这种常常都是练功法 齐 习惯我的腿跟身体去带动手 就是做这个习惯而已 那以前的人啊 不不这样做是因为 他有很多放长打远的练功法 那他已经练出来 他就不需要再额外做这些动作 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有没有 比如说你们看啊 比如说我这样啊 蹲的比较低 这个是以前的人 他用这种方式来 他他的手是完全不用力了 但是他这个放长打远 你们看我的手是软的 像那个软毛巾有没有 是软的 是软的 那你们现在做这个哈 不太合适 原因是因为你在这个 比较大的动作里啊 还是会太吸引你的注意力 于是你那个手啊 要让他在这么大的甩动中 仍然放松比较困难 还是有一点点困难啊 所以我建议用我刚刚这个过渡性的方式啊 来帮助各位提升从腿到腰到身到手的一种连结性 是吗 林老师我能不能讲一个可能有点接近的哈 那个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其他原因啊 他们叫做横波 就是我们看波浪 我们都觉得波浪一直在前进 就是这样前进 好 但你如果真正看波浪里的那个水分子啊 就是水粒啊 他其实是这样子上下运动 他那个水并不是这样子走 他其实是就就其实是这样子 但是他无形中在往前推动 但是你真正跟着一个水分子的话 他其实是在这边一直做这样子的圆形运动 对我可以我到时候发那个 我有找到那个视频就是他他在解释 这个波浪运动 我们看到是他这样子推动 但事实上你真正看那个每一个水分子 其实是这样子动 就跟刚刚那个动作形 对对对对 谢谢学长 对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过程 原因是因为说直径啊 以前那个行业权有一段话 他讲说直径啊绷进啊促进啊 再讲什么呢 直径绷进促进都是讲一种太硬 或者太直的力量路线 那太硬太直的力量路线呢 他会显得容易单薄容易脆 脆就是被折断啊 所以他要产生那个柔韧 而且有厚度的这种力量的话呢 他确实是要在滚动之中采用的是一种比较 这个柔软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是为了武术上的忌急嘛 但是呢我们的身体跟手的这种连接感啊 会让你打拳起来的那个舒服的程度一定会增加 因为你的手就完全是被动的放出去啊 像呃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以前练城市太极啊 城市太极里面呢 还有个抱虎归山啊啊 他这个懒扎衣然后抱虎啊归山啊 那以前练的时候啊初学者都是 哇抱虎归山这个手要怎么转怎么转 才能转到定点 注意力都在这儿 那等到后来练久了以后才体会到啊 其实他这个当然初学者难免还是需要 注意这些细节了啊 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在那个滚动之中 把身把那个身体的力量放到手上去而已 所以你们看我这样做啊 就我的手我的手本身没有怎么用力 他几乎就是这一转呢 把它放出去而已 那我的手只是控制住他让他不要甩动 不要跑掉姿势而已 也就是只有那一点点的力量 手本身其实啊是完全是一个方射管啊 他本身不太用力的 那所以说我们练习这种连接感啊 在不管是在武术级级上啊 或者是这个打拳本身啊 或者是身体健康上 我觉得他都有帮助好不好 那我们就回去你们试一下这个 我用的这个交往必须过正的方法 好吧 起啊就到这里就落 起啊就落 我相信一定会有帮助啊 就这样起你看你动作可以自由一点 比如你起的时候我想要开一下再落也可以啊 开一下再落也可以 或者我就直直起再落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要记得 只可以有动的音 不要有动的骨 可以吗 我只保留住他的那个音就好了啊 好吧 那我们来站一下装就休息 好吧 来 来 来 我就不可能就要弄摹一下 不可能就会带我走 我把没法显到 你把放在 fatigue 还有人的口部 不可能在儿境里面 接着这个少人就好 点到尾巴 好 每个人们可以带一下 好 好的 好 我的天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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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